電商推廣、醫療培訓這兩個完全不相關的行業 因為杜永發、胡柳芳、梁夫妻而走到一齊 相識多年的他們來自香港 一個從事零售業、一個是浸大中醫碩士畢業 卻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來到廣州南沙 誰知道遇上疫情就在這裏定居下來 這是最近的網紅款 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是常溫預示出來 大家的烹調起來都比較方便 13年後有機會就第一批跨境電商美妝 我們就在機緣巧合回來做那件事 其實初初那時美妝都OK 去到2020年疫情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戴口罩 又沒有社交場景 令到我們的產品從很高的銷量到差不多零 我們熬了一、兩年之後覺得都不是路 所以機緣巧合就在這邊接觸到食品 我們現在是幫很多食品工廠 把他們的產品包裝在國內、線上、線下 或者出口到香港 我記得我們是封關前一天就回來南沙 那時我還未知有南沙的地方 大家身上也會想到深圳 純粹是因為我朋友說他要搞醫院 搞一間港式服務的私營醫院 我也很有興趣 那就是第一次過來南沙 可以說是誤打誤撞 也可以說是命運安排 在疫情前 從事跨境電商的丈夫杜永發 經常需要兩地跑 現在夫妻同在南沙 多了相處的時間之餘 也發現在這裏創業的另一個好處 現在推出的項目 主要是幫機構做一些醫學類的培訓 都跟運動協會 他們可能出去玩的時候 都會遇到各種戶外的危險 我們可能都會提供專業的 例如止血、骨折、簡單處理 有一次是公益性質地去做這部分 我們發現其實這個項目可以擴展得很大 在香港其實你都很明白 你打工的話 其實你大概會預期到自己 十年、二十年是一個什麼環境去做 可能我們當時會覺得 當時回來是一個機會 現在大灣區會是另一個機會 現在就積累了一些協會 即是運動機構 然後我們想一下 我們是否應該去 大家去計劃一個 越港澳三地的一個交流會 讓青少年可以透過這個項目 回來瞭解我們大灣區 我也很感恩可以一起回來創業 因為始終創業是一個未知的過程 大家都沒有擔心是一定可以的 很多其實失敗了都很正常 他們的共同扶持 可以讓我們慢慢在成長一間公司 當初回來 我們倆不想分開兩地生活 還有內地的市場 我們覺得一定會比香港會更加大 可能因為廣州市場 都已經比香港會大很多 還有香港市場相對會低一些 可能做專業服務 可能做金融 可能做地產 這些就會好一些 可能其他新畢業生的選擇 真的不多 我們做戰場銷售這一部分 之前如果不是疫情 香港其實基本上可以說 沒有online shopping 所以在這邊產業 各方面市場的機會 都會比香港多些 事業逐漸走上軌道 小家庭也要兼顧 因為創業的時間相對靈活 梁夫妻反而有更多餘力 陪伴五歲多的兒子 在周末一起去戶外公園 圖書館都是親子相處的好選擇 我們兩個就加一個小朋友 其實這裡的生活空間是足夠的 因為人口不是太密集 所以你去戶外去玩 其實都很便捷 還有星期日 我們必可以的地方 就是南沙圖書館 因為它都很智能化 這個圖書館 看書讀書的氛圍其實是很好 其實都可以側面 可以看到一個城市的發展 這裡很多福利 居民的福利其實我們都同樣享受到 還有教育之外 那些配套都不錯 對於我們的小家庭來說 南沙是很好處的一個地方